今天我就分享一下 我们Kingdom的KFMI Fat Tree Plus 我们2017的一个目标 我首先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英文名叫Alan 大家都叫我Alan孙 中文名叫孙辉全 我代表香港金属业 今天来到研讨会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工业4.0的一些心得 我也是当届香港金属制造业协会的会长 另外在其他商会也有职务在身上 当中本人有个使命 为行业推动工业4.0的其中一行的任务 另外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一些升级转型 就是由传统行业 变为一些比较自动化、智能化的工业 另外第三就是推动我们业界 就是有个叫做传承 就是工业一定要传承下去 好像我们的协会也一直传承下去 我们的厂也要传承下去 才可以维持到香港工业的发展 在製造业近年的情况 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 其中就是在中国製造业的增加值 我们的增长 其实一直处于下降的状况 第二就是我们的劳动成本 其实比起10年前 已经上升了至少15倍以上 另外就是一些我们所谓的蓝领 技工或者技术员的供应 其实一直在下降 就是很多年轻一代 尤其是在中国方面 青少年已经不想去做工业 所以无形中 工业的技工或者技术员一直减少 所以我们来到製造业的方向 其实是要第一就是 我们国家其实有一些政策的支持 是希望我们的制造业 是能够进入一个比较智能化生产 或者自动化生产方面 其实国家已经有很多补贴了 也要配合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 我们必须要有些改革的措施 另一方面在技术发展方面 我们人工智能智能化 或者智能软件 或者3D打印的技术 我们都是需要推动的 所以在智能工厂方面 在多个方面 譬如其中在供应链的管理智能化 以及在能源方面的智能化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厂家 忽略了在能源管理方面 其实如果在能源管理方面做得好的话 其实相对对于成本降低 是有一定的帮助 另外就是设备智能化 以及生产智能化 我分享一下我们甘德在自动化方面做了什么工作 其中你们看到左下角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销行工艺 其实销行是会造成人体一些伤害 所以我们甘德在一些点上 是进行了一些自动化的改革 其中我们就引入了陆续的机械人 去加上一个烧行的设备 然后呢 可以自动操作 而不需要有人拿着一把航枪烧 在这一方面 很多人的感觉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弄个机械手啊 烧一下行就行了 其实看起来就是我省一个人的问题 但是背后有很多的成本是看不到的 到最后你赔给他那笔钱 是可以买到四个机械手不得致 这个就是我自己企业的一个分享 另一方面呢 就是以往呢 就是我们在线上进行一些自动化 就是刚才讲到是点 现在讲到是一条线 在线上进行自动化 以往呢 旧式的生产方式 是每部啤机都要站一个人在那儿 然后啤完之后再送下一个工序 然后啤完之后再送下一个工序 那模型中大家很容易看到 我要六个人哦 就是六个人才生产到这个产品哦 所以我们计成本的时候 就会计六个人的成本 才能做到这件产品 那好了 那我进行了 用机械人代替人的时候 大家都很明显会看到 咦 没有人了 那这六个人我就可以省回 那我也不需要说什么了 那直接就是可以省到这样的cost 那好了 刚才讲了点和线 现在我们讲的是一个面 或者一个区的自动化 那一个区呢 就好像我们 我们有一些 就是我们公司是有一个板金的部门 那以往呢 你看到是要用一些叉车 就是我们叫叉车 就叉一些材料去到每一部机的旁边 就放好它了 那然后呢 你会见到这个人呢 就相当危险的 就是他呢 就今天比较吃多了饭 那所以呢 他拿这些材料呢 就比较安全的 就这样捧上去 那但是 如果他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这块材料掉下来 那又会弄到脚了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曾经 我们企业试过的 那也是赔了钱的 那好了 那我们又进行改革了 那怎么改革啊 那我们就将一些 素充的设备 或者是laser的设备 那我们 这个可能看得不太清楚 其实是有整六台机 然后就用一个叫做智能仓库的管理 就将一些很重型的材料 因为你这些一件料呢 说起码是十公斤的 那就将这些材料 全部储存在这些仓里面 那然后呢 到生产的时候呢 他就会自动去到每部机那里 会送出来 自动上到机那里 然后背好之后呢 会统一收集到储存库里面 然后到后面的一个出口呢 就会出这些材料出来 然后给一些后面的 下一个工序的人员 就去进行下一步的生产的 那我们就会这样去改善了整个区域的一个自动化的改善 那刚才说的全部都已经是实施了的 那现在 现在在2017呢 我们金德呢 是定立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4.0的改革 那当中呢 其实 我们去日本参观了 譬如好像三菱电机 它已经采取了一个叫做CC-link的一个串联 所有的设备的一个系统 那什么叫CC-link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等于一条电线 那一条电线呢 就是去到以往 如果我们是做厂 应该大家都清楚的 我们的机器 是不可以少一个插头的 那我就要把插头插进去 那我的机器才可以开得到 即是开得到 即是开得到 也不可以少一条气管的 因为我要供气 那往后呢 我们是不可以少一个叫做网络的线 那条线呢 就等于CC-link的一个端口 然后将CC-link插进我的设备那里 那我就可以连通所有的机械设备 就上到一个 我们叫做MES的系统里面 或者有些公司是ERP 再转MES的系统 那可以进行一个智能化的管理 即是譬如我每一部机 它每日生产的数量 或者它的耗电量 或者它的停顿率 或者它的生产的产能 那是全部可以统计在 一个我们叫做系统里面 那变了呢 在我们现有的ERP系统里面 就变了再升级了一个 一个昇华版 我们叫做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KINGDOM 要建立的一个 就是我们叫做智能化的系统 那 那我们的目标呢 其实是希望在 希望在 未来三至五年之间 就可以实现到这个愿景的 那我准备了一个短片 就是我们现在 苏州新厂那边 进行一个工业4.0的改革的一些 就是已经实现了的地方 就分享给大家看的 我们下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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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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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